這個立體我們來看這個雙變數函數 它這個曲面上的這個切線 那這個題目我們翻譯一下 如果fx y它是長的這樣子 雙變數函數 那請求什麼呢 求這個slope斜率 Tension Line就是切線 切線 那因為這個雙變數函數 你把它圖形畫出來 它可能是一個空間裡面的一個曲面 那這個曲面呢 在E1這個點的正上方 這個平面上xy有一個點叫E1 那你給它投影到這個閃面上 它投影到這個地方 那麼你在這個地方 做水平 也就是y方向的這個切線 還有呢 你可以做x方向的切線 那後面 後面單元 會介紹就是 這些數學家 科學家 他們 已經求證出來 就是 這兩個方向的這個切線 可以影響整個曲面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做法 首先就是 還是上學期的那個觀念 你把一個函數微分以後 叫做導函數 那你把導函數那個點把它帶下去 就是在那個點的切線斜率 所以我們這邊實際上要做的就是微分 你把這個圓函數 把它微分 對s偏微 對s偏微微分就變成2s 這個對s微分就剩下2y 然後y平方 微分0 3s微分剩下3 那後面這兩個都常數微分變0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1 這個點 帶到這個導函數裡面去 好 那麼帶下去 x帶1y帶1 就2加2加3 所以它就是7 也就是說呢 如果這個是一個曲面 那你在這個1 這個點的正上方 在這個閃面 我們都請同學把這個曲面 想像成一個飛行閃的閃面 那你把1 這個點投影上去之後 這個斜率 這一條L1的斜率 所以 這個 slope 就是7 就是7 好 那另外y方向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f 對y為分 對y為分的話 第一項0 第二項對y為分剩下2x 那-y平方為分-2y 變成2y 3s微分變0 然後這個-2y 尾分剩下-2 後面這個常數微分變0 那 尾分好了之後 把這個1 這個點 把它帶進去就可以了 好 那 x帶1 y帶1 然後-2 所以它是-2 好 那 因此呢 -2呢 這個數字 就是L2的斜率 slope of L2 好 切起來 是-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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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